提到摄影,似乎大家把注意力都放在了相机和镜头上 而对于影响照片画质的另一个设备,三角架,却很少有人讨论 为了得到更锐利的照片,并且在弱光的时候 还可以使用DISO来降低照片的噪点 三角架可以说在很多特殊的拍摄环境当中都是不可缺少的设备 一个合格的三角架可以陪伴我们很长的时间 但是市场上三角架的品牌和种类这么多 对于初学摄影的人来说,在选择上增加了不少的难度系数 所以今天我就来分享一下我的使用经验 以及说一说在购买旅行三角架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一些细节 大家好,我是艾迪,欢迎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在这里分享我的旅行摄影技巧以及后期的修图教程 也会聊一聊自己对摄影设备的使用心得 市场上比较常见的三角架材质分为铝合金和碳纤维两种 它们的区别首先是自重方面的区别 铝合金的三角架要比碳纤维的三角架要重 重量是在旅行当中非常敏感的词汇 特别是在野外徒步或者是城市探索的时候 一丁点的重量都会加重背部的压力 走一天下来腰酸背疼腿抽筋 例如我这个三角架同一个款式有两个版本 铝合金和碳纤维的 铝合金的重量为1.2千克 而碳纤维的只有1千克相差了0.2千克有六分之一这么多 因为这个三角架本身的设计它就是一个轻便型的 所以六分之一看上去没有多少 但对于很重的三角架来说六分之一就是很多的重量了 其次材质还体现在了价格上的不同 碳纤维的三角架通常都比较贵 一般都上千甚至于好几千 而铝合金的价格呢就相对来说便宜一些了 比如这个版本的铝合金需要104美金 而它的碳纤维版本是124美金 足足相差了五分之一的价钱 除了重量和价格之外呢 这两种材质不同的区别呢就是在于手感上面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拍摄 铝合金的三角架就比较动手了 所以需要购买一个外套或者是自己DIY一个 而碳纤维呢在手感上面就比较温和 所以呢在冬天的时候呢也不会觉得特别的动手 从材质的选择上来说呀 如果重量对于你来讲不是那么的重要 那么铝合金三角架极高的性价比呢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碳纤维三角架备受青睐的原因呢 是因为它在重量轻的同时材质更坚硬 所以在旅行的时候拖运或者是使用当中 都大大的可以降低它的损坏几率 所以呢作为一个长期的旅行设备来投资的话呀 碳纤维三角架会是一个比较完美的选择 三角架在设立上的不同呢 主要是在于收纳方式的不同 一种啊是叫做反折式的设计 这种设计的优点呢 是三角架在收起来之后 它的长度可以很短 所以呢非常便于携带 另外一种设计呢 就是这种不能反折式的设计 我呢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它的名字 我就暂时叫它全尺寸三角架吧 来自于它的英文 Full Size Tripod 这种三角架缺点呢 就是在于它收起来之后 仍然比反折式的三角架要长 所以呢在旅行当中 非常有可能它没有办法收进包里 或者呢也不能收进行李箱里边 所以只能单独托运 在设计上另外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中轴的设计 中轴的作用啊是当三角架全部打开之后呢 还可以通过中轴来提高相机的高度 但是啊中轴的稳定性并不是很好 在拍摄时呢不到万不得已 最好不要使用中轴 所以呢中轴的这个高度看上去呢 就好像没有什么意义了 市场上反折式三角架都是带有中轴的设计 而全尺寸三角架呢 有一些是没有中轴的 取而代之的呢是外置中轴 像我这种平时拍摄的时候 几乎不使用中轴 所以中轴对于我来讲呢 完全没有任何的用处 像我这个三角架呢 它就没有中轴 它最大的优势是 可以降到非常非常低 这在拍摄自然风光和海边的时候呢 非常非常有用 顺便一提的是呢 有一些三角架的设计呢 是可以把中轴横过来使用的 这在楼顶天台 或者是想要从上往下俯拍的时候 非常非常的有用 比如拍摄美食啊 或者是微距摄影 但是使用这种横向中轴的时候呢 需要特别注意 相机与三角架之间的平衡 从设计区别来看呢 如果是以人像为主的旅行 那么我会推荐反折式的三角架 体积小便于携带 以城市风光为主的旅行呢 我会推荐全尺寸的三角架 稳定性极高 就算是拍摄长曝光 或者是延时呢 也不在华侠 无论你有多少预算打算购买哪种材质和收纳方式的三角架 以下几个因素呢 都是你在购买的时候需要注意的 在购买三角架的时候呢 应当注意最高高度这个数值 也就是把三角架支起来之后 它可以达到多高 但这个高度啊 最好不要算上中轴的高度 三角架的高度呢 最好和自己的身高差不多 不然平时拍照的时候 总是弯着腰也挺累的 如果三角架的高度太低呢 在游客比较多的景点 抢机位肯定也是赢不了的 也不要追求过高的三角架 因为三角架越高 它自身的重量就会变得越重 也是另外一种负担 三角架的腿呢 越粗 它的稳定性就越好 在购买的时候呢 需要特别注意最细的这一截 如果这一截过细的话 那么它的稳定性就会变得很差 由于不同设计的自身特点呀 没有中轴的三角架呢 它的空间更大 脚管呢 可以设计的更粗 整体更为紧凑 这样一来呢 它的稳定性就提高了 在挑选的时候呢 可以通过晃动三角架 来感受它的稳定性 特别是最细的那一个腿 会不会晃得太厉害 在人为的晃动当中呢 所有的三角架都不会纹色不动 所以这一点呀 不用担心 我们只是通过这样的方式 找到一个相对来讲比较稳定的 在拍摄当中 稳定的三角架呢 可以在强风当中仍然正常的工作 每个三角架呢 都有一个承受最大重量的极限 超过这个极限呀 就会变得不稳 或者是容易倒 在购买前呢 需要测算自己所使用的机身 加上一个最重的镜头 看看加在一起有多重 然后呢 再看三角架的最大承重是否够用 三角架的腿呢 是通过几节管来进行收纳的 比较常见的呢 就是我这种四节管的 也就是看到有三个接口的 就是四节管 两个接口的呢 就是三节管 节管越少 它的收纳之后的体积就会变大 所以啊 我们不得不在它的稳定性和它的体积上面 做出一个牺牲 三角架连接处的材质呢 也非常的重要 比如这个支撑三角架调节的角度系统 我比较推荐这种半自动式的模块 它呢 不加手 也不需要反复的调节 使用起来呢 也比较便捷 收回来的时候 它就自动合上了 角锁系统的材质呢 也特别的重要 我这个呢 是旋转式的设计 还有呢 就是锁扣式的设计 这个呢 就要看个人的喜好了 每次拍摄 展开和收回三角架呢 这两个位置 至少要使用四次 它们是三角架磨损率最高的两个位置 所以啊 一定要不要选择是塑料关节的三角架 既不适用 也不耐寒 在冬天的时候 它们可能就碎了 除了以上五点需要注意呢 如果能够在购买的时候 送一个比较厚的脚架包 那就再好不过了 你一定发现我说了半天呢 都是三角架 而没有提过云台 云台呢 是另外一个比较复杂的系统 对于旅行摄影来讲 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球形云台 它的体积小 使用方便 是最好的选择 在购买的时候呢 就随着三角架 一起购买套装就可以了 价格呢 也会比较划算 我建议大家在购买之前呢 去实体店 看一看 摸一摸 感受一下 它的材质和重量 我一共拥有过四个三角架 包含现在的这两个 也就是说曾经有两个被我卖掉了 其中一个呢 还是几个月前才刚刚卖掉的 原因啊 就是因为太重了 实在是背不动 就我自己来说呢 几乎每次拍摄都会带三角架 如果是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 没有具体的拍摄目标 或者是随机性比较大的扫接拍摄呢 我就会带这个轻的 来减少我的负重 当然如果它的体积能够更小一点 当然是最好 但是呢 我选择牺牲了它的体积 来保证它的稳定性 就算是遇到想拍的画面 用它拍摄一个两分钟以上的长曝光 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问题 要是有车自驾 或者是直达目的地的拍摄呢 我会带这个重的三角架去 这两个三角架啊 它们都是全尺寸的三角架 配备球形云台 最重的呢 它也不过是2000克 所以呢 就算是两个同时都带着的话 也是可以承受的重量范围 三角架是可以使用很长时间的设备 它的更新频率啊 非常的低 说能用一辈子 也不为过 所以我建议大家啊 购买一个比较好的三角架 使用起来呢 也比较放心 拍摄的时候啊 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感谢收看这一期的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莉 欢迎订阅和关注我的频道 我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